大家好,歡迎回到《軍公開物》 今天又和習博士談談太空的東西 主要我們今天講到 經常在太空中應用的東西就是雷射科技 但我們一講到Laser,大家經常都會想 Laser可以用來做武器 但其實Laser除了做武器之外 亦都可以做很多東西,包括一些加密的通訊 亦都可以做雷達的偵測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當然我們講到Laser,在大氣層裡面 很多時候都有一些限制 包括我們講大氣裡面有很多水分子 所以它都是在武器的問題 令到Laser會產生一個功率的問題 長距離操作往往都很大問題 所以這個都是令到雷射武器 在地球裡面的使用的話 是有一個困難點在那裡 都不要只說武器了 好像剛才我們講的,做偵測的手段也好 甚至乎有時候做我們講武器上面 一些精確制度的武器 有時候都用到雷射去做那個導引 都會出現一個問題的 但是現在透過一個研究團隊 收到DAPA的100萬美金 去製造一個圓形 出來的時候 可能是有辦法做到解決這次的問題 可能會令到雷射的科技 又向前推上一步 當然我們又會無限聯想 就是如果再向前推一步 其實雷射的發展可以去到哪裡呢? 所以今天又和陳博士談談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但是在開始之前大家記得幫忙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好,我們就陳博士經的計算 陳博士你有嗎? 是,Larry你好,大家好 真的說起這次DAPA向這個研究團隊 發放100萬美金 就叫他們做好一個Prototype 改善我們剛才說的在地球裡面 包括這個大氣層裡面有很多水晶器 很多這些武器這些東西 去影響了雷射的操作 其實這個相關 就是它這次這件事 如何幫得到雷射在地球上面的用途呢? 這麼說 這裡大家可以有一些基本的資料 不妨可以重溫我們講 有一集講那個量子雷達那集 很多時候在講量子雷達這些東西 就是很未來的東西來的 就是你在軍事層面上面用到量子效應 你都會預算是一些 下一代的這些這樣的武器 會用到的東西來的了 就是無論那樣東西 最後是弓還是手都好 那麼剛才Larry也有提到 有量子東西很多時候會跟通訊有關 運算有關 那麼這次我們如果講到軍事層面的東西 就多數會跟偵測那些東西有關 另外有一集呢 我也覺得大家可以聽回就是什麼呢? 我們講激光武器的幾集 那麼其實如果大家有一路留意新聞呢 其實都知道無論日本啦 英國啦 它基本上已經有一個成熟的激光武器 放在現役的裝備上面了 那麼甚至以色列也都有了 我們就是變成我們親眼見證著 軍隊裡面由激光變成一個 就是變成一個攻擊性武器的一個階段 我們是見證了這件事情的 就是說如果以前我們如果講到 軍事層面什麼時候用到激光呢 很多時候都是瞄準的 就是你的步槍去瞄準 有一個瞄準器用到激光這樣 那麼這些就算是一些很初代的東西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有能力 將激光的強度加大 變成一個它可以很精準地 很遠去瞄準一個目標物去持續發射 令它加熱消融了 摧毀了它的一樣叫做攻擊性的武器 那麼好了 還有沒有得再如果再變身 再變成你說下一代的激光 用在軍事上面會是什麼呢? 那我就會覺得一定離不開通訊啊 偵測啊這些這樣的層面 就是說我們有沒有能力 將激光除了用來去做 提升到去做攻擊的層次之外 與此同時 我們運用了激光 幫我們去利用它光的特性 去幫我們去摸一下周圍的環境 去做偵測 然後呢 還有那個準誠度提高 而且是可以令到它 它呢 比起我們可以排除到一些 我們現在現代的這一代的雷達 一些突破到一些 它們的限制呢 能不能夠做得到呢? 那這個就有待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能力 找到另外一種的激光技術 來幫我們去做 那所以呢 我覺得這一節呢 講的我覺得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不只是講這些叫激光武器的東西 我們還要是將它激光武器的東西 加多兩個字下去 就是加量子兩個字下去 那我們所以就會說 現在就是說 下一代的激光的軍功 這些東西呢 就我會認為一定就是 將量子 其中就是說量子糾纏現象的 就是那個量子效應 結合了這個激光本身 就令到激光這件事情 有一個更加靈敏更加廣泛的用途 那我就覺得這個是下一代去追尋 就是軍事武器研發 一個下一代一定要走的一個路 那如果你看回環顧四周呢 這次就美國透露了消息 說DAPRA 一直都玩開這些激光的東西了 那他們就批了一百萬美金 其實不多的 一個這樣的經費 就給這個在密蘇利州的 華盛頓大學的一個研究團隊 那個研究團隊很有趣的 他先前那位領導那位的教授呢 他是在研發著 運用到這些 糾纏了的量子的激光 那當然是功率低很多的了 那就會是用在那個人腦的深度掃描那裡 就是你純粹掃描一下 你不是要摧毀那個腦 那你用那個激光的功率就不會很高的 但是你都會用到那個叫做量子激光的層面 就是裡面添加了量子糾纏效應的這些光子 構成的激光 那就拿來做腦掃描 那現在呢 他就轉了一個方向就是 運用這套技術 就是把它指向天空那裡 就變成是摺一些叫做國防的項目了 那我就會覺得呢 聽起來就好像很簡單 原本照在腦上的東西照在天上的 但是實際上他要解決的技術問題 其實是有很多的 那所以我會說呢 美國他 就是透過這個新聞 我們知道了 美國他正式叫做研發這些 量子糾纏結合激光的這樣 再將這個激光武器技術去提升 去下一代的革命的這個層次的話 那現在就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了 那同時間啦 中國那方面呢 就沒有什麼消息 但是我夠膽去斷估 一定有在做類似的事情 而且呢 很可能那個核心基地呢 就在那個合肥的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呢 你看回很多和中國的 那些叫做量子糾纏 那些光子學的這些研究的東西呢 那個基地就是在合肥那裡 甚至他們就是說 把合肥建成一個叫做光纖城市 甚至乎中間會用到這些叫做 嘗試是將一些 有量子加密通訊的 這些這樣的結光技術 這些這樣的技術呢 擺在這個城市那裡去實行 那這個已經是一些 就是在一些民用上 就是民間通訊 民用通訊技術上的這些資料 我們很容易會見得到 但是呢 如果一牽涉到這些軍工的東西呢 那就變成了很容易被分類成為 國防機密的了 所以呢 都沒有什麼資料可以找到 那我也都沒有完全 就是只能夠靠鼓了這樣 那 所以回到美國那邊先 現在呢 那套這樣的技術就是說 要結合量子糾纏效應 來去把它放在一個激光那裡 其實那個目的就是 希望想結合量子糾纏效應 與激光的兩個好處 那第一 激光呢 通常的穿透性呢 是有能力比起一般那些這樣的 就是 在某些場合下 可以比一般的雷達高 那 還有激光那些東西呢 那個 就是那個強度夠強 那 也都可以比較精準 所以令到那些東西做出來的反應比較快 那所以我們現在看到那些什麼 激光武器啊 那它可以做到就是 可以持續著幾秒鐘 可以射中那個目標物的其中一點 令它加熱去破壞了 那這件事其實是很厲害的一件事 那另外同時間 我們現在的現存的激光技術呢 是用來做一些叫激光雷達 或者叫 就是 或者一種叫Leader的技術 那其實有一些呢 在講現代的考古學裡面 都會用到這些技術的 比如你如果在 有一個 發放激光的儀器 然後在那個 那個叫柬埔寨 吳哥窟那裡附近 上空那裡一直掃 就發覺到那個吳哥窟那個範圍 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大的 是更加寬的範圍 都是整個吳哥窟那個 那個古蹟的範圍來的 那這些對於那些叫做 考古 一些大範圍的 就是考古研究去摸清楚那個地面 就是整個地 就是地貌是怎樣的呢 這些激光素描技術 由空對地的這些激光素描技術 就用了很久了 所以你說如果用到軍事上的政策 一定會用得到 然後就是你要通訊 通訊得來你希望能夠做得比較遠程的 如果又要是由衛星和地面通訊 又要做得到加密呢 你會發覺又是了 就需要用到量子糾纏技術 那麼在這裡一個都公開 都不是什麼秘密的東西 就是中國就是 差不多最早的一批國家 是會將一些可以發放量子 糾纏量子裝置的一些東西 就放在衛星上 就和地面那裡做通訊和測試 所以長遠來說目標 一定是希望做到一個加密的通訊 但是你要這樣做到有用呢 你就要配合激光 因為你要將強度提高 你才可以在一個捱到更加遠的距離 都能夠可以拿到這個這麼微弱的訊號 所以就是說 為什麼量子糾纏加激光有一個好處呢 就是量子糾纏本身是一些很靈敏的東西 它可以幫有效地去排除干擾 然後你將它提升為 將它變成一種很強的光 一種激光的級別的時候 它就可以有效距離更加遠 你如果純粹一支激光 你只是將它的功率提高 不理不放量子糾纏效應在那裡 它那個受到周圍環境 集訊干擾的時候 你要修正一些干擾 相對你有的工具就會少些 但是你將量子糾纏效應 放進去的時候 我會說就如虎添翼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就說 有些叫量子糾纏效應 放進去激光那裡 就變成下一代的這些激光防衛武器呢 那個原因就是這個意思 如果真的可以雙方可以彌補到那些缺陷的話 雷射武器呢 又帶有少少量子的特性的話 剛才我們說到除了武器本身 它做的那個通訊 那裡應該都很幫到手 包括我們說現代 戰爭很多時候都牽涉到那個電池的那個戰爭 就是那個電池頻繃的爭奪 也都會有很多的信息戰會出現 也都會經常去散播一些假信息 或者干擾你的信息那些情況 打仗經常都看到這些東西的 所以說如果它可以用到兩個的結合的話 就是說接下來 就是打一些高科技的信息戰 海空戰呢 經常性呢 飛機也好 偵察機 空中預警機 導彈 艦艇 潛水艇 什麼都好 其實它們中間的通訊 如果可以用到這方面的東西 我覺得都 整件事第一就是 就是對方破解不了 又可以降到對方的干擾 可以干擾人 其實戰場那個主導權就會落了 去懂得用的地方 是的 你的盾是可以推得更加遠的 你那個干擾和偵測的有效範圍 加密的有效範圍可以推得更加遠的 就是你擺量子糾纏效應和擺量子糾纏效應 是會有個顯著的分別在 我們有沒有能力可以很簡單理解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量子糾纏的東西就是 你弄了一堆東西出來 你用其中一塊 但是另外一塊你保留在這裡 拿來做記憶 變成有些東西你可以有個比較 一有比較的時候 一有個孖胎在這裡和你去比較的時候 你就多了一個參照來幫你去 就是叫做比較到那個誤差出來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多一個量子糾纏效應在這裡的時候 就好像多了 很粗糧你可以這樣去理解 還有我想說多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好了 我們現在目標很明顯 就要將激光加上量子糾纏效應下去 現在就兩個技術分開我們要有的了 我們要製造很強的激光 我們有一定的技術在這裡 現在尤其是美國去弄一些很強的功能激光 它不停在做的 然後就是另外一方面 你要製造一些會發放到 糾纏的光子的一些的裝置 我們都有在這裡 這個就是奧地利啊 中國啊 澳洲啊 英國啊 美國啊 都有都會做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將它的功率提升到激光的級別 變成一個量子糾纏加激光 就是一塊這樣的東西 聽起來就不是這麼簡單的 我帶了一個這樣的比喻 你如果想做一個很強力的激光 是不是純粹你將一百萬支 Laser pointer綁在一起出來 就可以變成一支強力的激光呢 這樣做是笨的方法來的 因為很瓦炸 還有很多裝置會重複 還有你運行起來就會很不切實際 所以真真正正去做一支很強的激光的時候 你要是有一些 那個激光發放的裝置 有些是要重新設計的 如果你做 譬如說我們在用一些Laser pointer 是用一般就是半導體激光技術 那你如果在一些功率這麼低的場合 你不是很感覺到那支激光在發熱的 但是如果你的激光是強的時候 整個東西就是你要放很多的電 然後令到它的電能某部分 是變成了激光能量 就是說你可能有十個單位的能量 由激光的形式發放出來 但是背後你要放一百個單位的能量 才能夠放到有十個單位的能量 由激光那裡出 剩下90個單位去哪裡 其實就是產生了很多的熱出來 你要散熱的 所以以前我記得在節目裡有提過 那些強力的那些大型激光 尤其是牽涉到那些武器級別的激光 其實最難的那個位置 你是怎樣做到那支激光很耐用 是裡面產生了很高熱很強的光 裡面的東西不會變質不會熱到彎了 所以就算你說激光武器 現在有些面對的問題就是 你不可以射很多 就是你可以很快就射一些很厲害的東西出來 但是那個運用那個壽命時間呢 可能都只有幾百個小時 所以最初一路想的問題就是 怎樣延長這些這樣的大功率激光 它的壽命 就是日本和英國就很銳意地想了很久 怎樣做的散熱系統 還有怎樣令到那個激光的效能更高 那麼現在我們在這裡有進展的 所以我們有信心就是 可不可以結合到這些我們在研究強力激光的那個知識 放進去量子糾纏效應那裡 令它變成一個既有量子糾纏效應 既是出來的那個強力激光級別的一塊這樣的東西 現在我們就在等一件事 所以背後呢 你會發覺這個 譬如WashU 這個密蘇里州WashU這個團隊 他們我想呢 基本的技術就有在 但是問題就是 你要那件事耐用和證實是可行 你怎樣弄那套東西去散熱 還有弄那套東西弄得輕巧 還有那個耗電是低的呢 那我覺得就是真正的挑戰所在 是啊 因為很多人面對實際的理論是可行的 但是到你一賣牙去做 包括很多限制 包括那個尺寸 物料 那個適用性 成本 很多東西就是安全性 一加起來考慮就會很困難 我們經常說Laser 包括你本身的資料 就是你怎樣可以剩得夠細 然後它那個散熱問題就做得到 那功能和安全呢 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 還要加上一些我們覺得很虛無飄減的quantum 就是我們很難就這樣 一般這樣去理解這件事 不過呢 能夠理解到就是雷射的用途 因為真的實在太廣泛了 例如我們武器裡面經常都說 雷射可以用來做一些導引的武器 所以如果雷射又能夠解決了那個天氣的問題 又可以解決到呢 就是功率的問題 其實它無論是進攻防禦探測 很多那個目的上都會用到呢 那麼我覺得其實對 即是接下來的戰場應用 防禦探測 可能慢慢呢 又會將它發展上個人市場裡面 當然我們不是說雷射筆這些東西 這些就是進攻性的武器 我想在通訊層面那裡 如果你說是民用的時候 就是打一些電話是可以是 不被涉聽的那些 那我們有能力做這些東西 這個商業用途會很大的 是啊 是啊 所以我們就儘管再看看DARPA 就是它接下來的科技 當然距離真正的民用 都還是10萬8千來的 但是我想這個方向很好 那就可以給到我們 接下來的下一代的通訊上 一個突破了 好 那我們這一節就來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節的軍工開幕 好 各位 拜拜 拜拜 拜拜